特征组检察官一共八个人 全都在办贬家洗钱案 还曾经一同站出来 强调办不好就下台 不过特征组这些检察官 却被他们的被告陈水扁恐吓 我知道你们有人在炒股 一次排开吴文中 周世瑜 沈明伦 陈云南 朱朝亮 岳芳如 林哲慧 李海龙 再加一个总长陈聪明 一共九个人 谁在炒股 特征组否认 据无所知 本属特征组的检查 九月二十五号 由特征组的检察官林哲慧 李海龙 朱朝亮 一同带队二度搜索扁办 搜索还没有结束 陈水扁先行一步离开赶行程 临走之前却落下了一句话 我知道你们有人在炒股票 特征组检察官强调不以为意 认为陈水扁是在做困兽之斗 搜集特征组检察官的各自 准备随时出手恐吓爆料 而特征组也认为 查办扁案到现在 依然是以现任总统的态度 来对待陈水扁 陈水扁不断放话 根本就是在打乌贼战